热门排在中档,6、8、9档都是热门 起步,三匹马都算是挺顺利的 其中最快的是竞勇士 初出的刑彩缤纷在竞勇士后面 看回比较快的马 在中间走上来,深色衫的就是科研精英 接着有竞勇士 在这边看到有这个威威才升得挺快的前段 接着的马才看到有些好歌在外档 夹着在中间白衣服上来,就是那只刑彩缤纷 另外的马还有红挑衫 就是初出的司马兰锥 另外还有实在好,骁洒威龙 另外一只白衣服的马 接着的马是非如晋王 威力无穷也不够快,和好辣椒在近内兰那边 再后一点是风采人生,万事欢,中环英雄 看到几个热门已经出来了 刑彩缤纷是比较强劲 中间一队一路骑下去,大家都不是很反应 反而开边看到好歌追上来近一点 这边可以收姜赢的,刑彩缤纷 跑第二名是好歌,第三名是麦变的科研精英 敬勇士跑回来第四 虽然热门又脱了三甲都在很近的名次回来 都很难说,不知道是不是受这个天雨影响 其实你看看卫达过了中点之后 你看看他的手势 我想从这个手势去计算 其实他都没有跑过,他不知道那只马行不行 现在过了中点,我跑了两只实力马 所以要作出一个动作 否则我赢了你,根本就是站在那里就可以了 不需要做这些动作 都合理战果,这场马来没什么特别问题 好过正路的配角范围 在旧马里面这场 这场是威力无穷和他之间来选择的 最大的问题其实往往在这些赛事里面 跑完回来,下次再评估的时候 你又不是很容易猜到 你不知道是场地 还是马本身的能力影响胜负 所以变成都只是参与了 价值影真到下次参考 我可能也要看其他东西去研究 你看看,我好像都落着 好像落着蚝雨 这场算是这样 因为刚刚跑,可能地也未算是很湿重 但已经散开了 你看看,很明显有很多马 是完全不会跑这些地